欸 阿姨 阿姨 阿姨來這裡做什麼啦 光話不在的啦 我知道 我知道她不在 也知道她老婆不在 所以我才來這裡找阿姨 方便跟阿姨聊聊嗎 厲害啦 要有錢托給你錢了 謝謝阿姨 大家論成本算得怎樣 我這部分上好了 給我 那家人咧 我這邊快好了 我在兩個鐘頭 就可以算出來了 欸 身份子你都要加喔 好 你媽媽泡的咖啡很好喝喔 欸 博士你要先走 經理 這件事好怎麼辦 就你收啊 把資料收一收 拿去給張總監 記得 好 跟張總監講 是我教導你的 記得喔 好 快快快 趕快算 好 我問你啊 小孩子的是我 你怕是要怎樣做了 其實我也很徬徨喔 冠華態度很強硬 一直想把孩子給拿掉 可這孩子 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啊 阿姨 阿姨你看 你看看嘛 這個寶寶 很可愛啊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嬰兒的胎心 就像火車在跑一樣 醫生說很有力喔 我想 他應該是一個 健康又活潑的男寶寶吧 我實在不忍心拿掉孩子 我甚至想過 如果真的要孩子走 我要跟他一走了之 不會給冠華添麻煩的 欣迪啊 你叫欣迪叔叔啊 是啊 阿姨 你記性真好 你啊 不要說這種嚇人的術啦 我有給冠華說啦 大人的事情 別去看大的小孩子啦 我也是覺得 要把小孩子留下來啦 真的嗎 醫生說 你做胎是難的 醫生還不敢確定 不過 我有找一個很靈驗的命運老師 他推了我的八字 算了我的紫薇 是我命裡多子 富貴廉芝 稀友 而且老師還說 我這個老大 是一等一的富貴命 生了會忘媽媽 更忘爸爸喔 我記得老師還說 一定要把這個孩子給生下來 好好的教育他 將來光宗藥組都要靠他 好好的 老師還很好心呢 需要幫我算一個良辰吉日 可以讓爸爸生下來喔 我跟妳說啦 管我 是我的孤兒啦 我當然是希望 有個孫子啦 不過 阿姨 我懂 我明白 我不會讓妳為難 我只要孩子能認祖歸宗 什麼民放我都不要沒關係的 妳會這樣想喔 我們也不能對不起你 等 關華 怎樣 媽 小小 媽 小小 小小 妳現在有心耶 妳不要再想到孩子了 媽 好痛 妳到底想要怎樣 妳想要毀了我 妳可以直接講 拜託 我不親自確認 怎麼拆穿妳的謊言 什麼謊言 妳騙我說 妳媽要我把孩子生下來 驗DNA再說 根本胡扯嘛 妳媽知道我肚子裡是個男寶寶 妳沒有看到她的眼神 就像在沙漠裡看見綠洲一樣 恨不得把她的孫子抱過去 親個夠呢 我說過我會處理 為什麼妳都講不聽 若非問妳看見那該怎麼辦 如果這個家毀了 我的一毛錢都拿不到 妳知道嗎 妳想要保住妳的家 我還想保住我孩子的命 葉兒冠華 我慎重的告訴妳 妳想擺脫我們母子兩個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妳媽現在已經關心起這個孩子來了 萬一我肚子裡真的是一個男孩子 妳媽一定會站在我這邊 然後把陳文玲趕出門 讓我堂堂正正的當上葉太太 葉那個頭 我請告妳 沒有朋友的家庭 把我全部都會放過妳 看誰不放過誰 誰的下場比較慘呢 好 我們先冷靜下來 錢我會給妳 但妳給我一點時間去籌錢 三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 對嘛 這才是跟人家談判 應該要有的態度 我又不是不好商量 要我跟肚子裡的孩子 從此消失在妳眼前 可以 五百萬 五百萬 要漲價 誰叫妳剛剛威脅我 所以我決定漲價了 嫁給妳 或者給我五百萬 妳只有這兩頭路可以選擇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